主持人李永音患癌症,医治无效,在美国纽约去世,一代名嘴匆匆羡羡慕,留给观众无尽的震惊,哀悼和追忆,10月28日上午9点31分,李永妻子哈文更新社交平台发布复文,陈永世我爱,正是李永音病医治无效在美国去世。 但是,消息瞬间惊爆所有人,从张子怡,赵薇,林志盈,留到到了明平等基数发生悼念,1998年起,李永音主持幸运52成为观众熟知的主持人,幽默辉谦轻轻轻亲切的主持风格,中芬大波浪击尖霸的标具性造型,使得他在一种综艺男主持中让人过目难忘,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,在20多年的主持生涯中, 除了幸运52,李永主持过的经典节目包括《非诚6加1》、《梦想中国》、《永乐会》等等,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总野男主持之一,还记得这个标志性的《非诚6加1》首饰吗? 何久都忍不住用昔日李永的首饰为其道念,2013年开始,李永逐渐告别了他招牌的长发,放弃了曾经经典的首饰,主持的节目类型更加丰富多样,爱听才会赢,绝密往事,《我是先生》,熟悉的味道,《中国新歌声》等都完全不是一个路数, 李永和妻子哈文还一同创作过《网络》,好像就该讲什么,风格更加百变,李永对于节目类型和发型的转变一度让外界都认定了他的时尚感,在大家对于他舞台形象逐渐固化时,他,确实做到了一次次的刷新,晒出的健身照上,那整整齐齐的八块腹肌, 更是让观众惊呆了,看上去充满了阳光活力,炫富狂摩哈文也经不住语戴得意的说,这就是传说中的穿衣兴兽,在这个阶段,李永的主持各家生活化,许多金句张口就来,例如调侃女士第一次设阅妇月母家,心情就像上刀山下火海,还有在对话刘花时,夸奖对方的厨艺时却幽默的说,女士们下出机会越来越少的人, 一是他们都贴着假片,染着各种彩色的指甲,没几下就被食材粘掉了,老公也不敢吃了,主持熟悉的味道时,李永跟年轻主持人村间互对起来也没在怕的,状态松实又可爱,完全没有任何老大哥的包袱,在五十年的人生中,李永最为人熟知的,除了他独具特色的主持风格之外,就要恕他与妻子哈文, 长达三十年的浪漫爱情浪,李永与哈文是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专益一九八七级的同学,从新疆考入广远的李永当时还略有些腼腆,不上课的时候经常背着各画家读来读往,而他与哈文也正是樱化结缘。 当年的李永眉目间与红极一时的分享颇有几分,相似一次在阶梯教室上课时,李永无意中发现有个女孩的侧面很好看,轮廓清晰分明,于是经常偷偷画哈文的画像,画着画着,两个人就画到了一起。 年轻时的李永和哈文这张雪地和影中的哈文有些疯,于李永则神似如意转利的运车运车哥哥金超李永和哈文是同班同学,也是彼此的初恋,后来更成为同事。 因为哈文后来拿到了广瑞电视节目制作系的双学位,转行当了导演,制片,李永经常开玩笑说哈文是他弟老板,工资都归他发,两个人一个台前一个幕后,合作默契,让人热陷不已。 1992年,两人大学毕业不久,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人本是业心都很强的两人,打算做兵的家族。 可后来哈文改变了主意,2002年5月20日,两人大女法图曼出生,三个人的小家庭一直是甜甜蜜蜜,相伴三十年,随着哈文的知名度越来越高,盖丽强势的形象深入人心,有人不明好奇他和李永的婚姻中究竟谁怕谁。 对于这个问题,李永毫不在意,大方承认当然是我怕他,他透露自己给性格火爆,和哈文取了个外号披头氏,发起火来就披头盖脸一顿数落。 每逢此时,自己就缩到一边进入寒蝉,虽然李永表示自己惧怕哈文,但他表示只有全身心的惧怕才是真正的爱情。 言下之意是,作为一个真正爱妻子的男人,他不舍得哈文,有一点点的委屈,难过,情愿把一切都扛在自己肩上。 李永妙女如珠的诠释了自己与哈文在生活中是如何相处的,所谓讲道理就是男人要认错,并且是一辈子不停的认错,不抗争,不辨,解,看似无可奈何的语气中,满满都是对妻子的宠溺与包容,很多人惊讶李永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。 他的解释也充满了哲理,成熟的道子总挖腰,我挖腰,是因为我成熟,四字姐姐的好友,与李永生前曾有私交,在他眼里的李永,初开是饮品里的名嘴,但生活上却比大多明星都懂得生活情绪,李永的厨艺非常好,初开能驾驭新疆菜,也能料理西餐。 他与哈恩曾经邀请当年的同班同学家中聚会,所有彩色都是李永亲手制作,但许多同学都压力站在美光灯,吓得他也能自带厨房的烟火器,李永还喜欢马术,骑在高大的骑马上,挺把矫健的身姿风度翩翩,有时更看着有景出海岸海调,日子过得十分惬意。 李永是金牛座,务实,注重生活品质,还有喜欢名牌,老友回忆他总是喜欢把玩受伤的戒指,还会戴着梦品牌的抱头珠宝项叶,椎子上有两颗蓝宝石,而李永还很喜欢收藏各种手表,而且对于这些喜好,他是很深入的玩家。 李永也喜欢车,2006年左右就开着小跑车上下班,一度也成为过焦点画期,从另外侧面来说,他对于生活一直都是要求的,且会建立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。 李永2006年接受肖香承报,施业诚表示,他对于生活品质有自己的要求,对于每个细节都会尽善尽美。 除开舞台服装完,他的衣服都是专门定做,他还时常会去东京、巴黎了解流行趋势,图片来源肖香承报。 不过次次姐姐的好朋友回忆,李永对生活有要求,但是私下却完全没价子,他们曾经合作过非常六加一的湖南宣传活动。 李永当年与妻子哈文一同抵达超沙,比起很多艺人都是在点亮相,李永提前两天就提前到达,对于活动和流程都毫不拒绝,私下还请工作人员们一起吃了饭。 这个消息确实很突然,我倒是一直记得李永每次见面,都会很爽朗的笑声,哈文姐没有在朋友圈里提及他们这一年多的经历,总是会发一些很正能量的内容,这个可能也是他们希望要的体面吧。 四字姐姐的好朋友说,2016年,李永还曾被传乡出任转战网络后的超级女生主持人,但最终未能成行,许多人都还在等待他的新动作。 但李永一度消失在公众视线了,他的社交平台都停留。 2017年11月23日,那天是感恩节,他发布了最后一条社交平台内容,特别提及了妻子哈文和女儿法图卖,以及所有人,唯一的内容是感恩。 现在再看,真是让人泪目,谁也没想到,乐观幽默的李永竟然身后恶极,以至于哈文默默解散了公司。 他还曾经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期待能有癌症的疫苗,都并温然外界察觉出背后的严重性。 此前在亮相超级演说家时,李永曾就生命中的最后一天,这个主题发表简短的感言。 他说自己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天,会找个地方静静的待着,不会有道歉,不会有离别,更不会有抱怨。 只有感谢,谢谢观众们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 他在2009年的时候,也曾透露,要给自己录一段遗言,在告别仪式上播放,内容是,请来送我,就别送花了,给我送话筒吧。 我希望身边摆满了话筒,我李永这辈子就好说个话,希望李永一路走好。 安息,感谢你带给我们的欢乐,越上越远去,适者福安。 安息,感谢你带给我们的欢乐,越上越远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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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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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